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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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颐和园的前身是清一园 清乾隆十五年 一七五零年 乾隆为了庆祝母亲六十岁生日 开始对他进行修整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 西郊园林被焚毁 慈禧太后动用海军经费 修复了万寿山清一园 光绪十四年 1887年更名为颐和园 表达的是颐养冲和的意思 颐和园后来再次遭到八国联军洗劫 两年后重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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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